2022長榮航空城市觀光馬拉松 23日於中東福前廣場盛大開跑 時隔一年的長榮馬依然熱鬧 今年共有超過2萬名跑者熱情參加競賽 為首屆加入全程馬拉松的賽事揭開序幕 近幾年無論在場地賽 落跑賽都能跑出佳績的周庭應 此次以2小時29分01秒的成績 拿下男子全程馬拉松冠軍 並創下大會記錄 賽後分享他此次奪快的心得與目標 今天跑起來其實風沒有像台北馬那麼大 那今天其實沒有國外選手 所以跑出去就是以自己的配速 然後當作一個長距離的訓練 那後半程也比前半程再快 想說就是以台北馬做準備 剛結束世錦賽的長跑好手曹春玉 這是跑出1小時15分16秒的成績 順利連霸四連後冠 衛冕女子21公里主的冠軍 這一次比賽的成績跑了75分多 就是可能比預期的稍微慢一點 因為原本想說可以跑74分 希望可以破那個在台的最佳成績 但是這一次沒有破這樣子 那想說就是把力氣大概留在 可能下個月的上圍半程馬拉松這樣 就是慢慢的以台北馬 伴馬的成績這樣慢慢進步 日前才在全田井萬名 奪下亞軍的黃香薇 初賽長榮伴馬 以1小時10分34秒 奪下男子組冠軍 再後分享此次奪冠心得 與他備戰台北馬的目標和訓練規劃 一路都是跟跑 最後一公里才做加速 跟前面幾天的比賽 影響是沒有到太多 也在自己預期的70分左右 後面一個半月後的台北馬 是也預計要再打40代名標準 所以在這一個月當中 會把量再做一次 再往上提升 今年長榮馬升級成全選馬拉松 吸引國內許多跑步好手參賽 為整場比賽真色不少 2023年10月22日 邀請所有跑友 一起再次用雙腳感受城市之美 將台北推向全世界 森內台北報導 再次用雙腳感受城市場 萬一